毛泽东指挥的这场战役,写了一条450个字的新闻,却能退敌3万,1948年10月担任国民党华北脚总司令的副作义准备派94军, 星期四是及其12旅3万大军进犯以解放了的石家庄,党中央已迁至西北坡离石家庄不远副作义此举意, 在威胁党中央可视,解放军主力正在华北各地作战石家庄,完全是一座空城大敌当前石家庄风声鹤立, 毛泽东正在西北坡他一面指挥中央机关,做好撤离准备一面亲自导演了一出空城记, 这出空城记他既没用老军扫街,也没在城楼府琴,他指挥好写了一条450个字的新闻, 揭露副作义的进攻石家庄的阴谋,说明我军已人阵以待,随时等敌人上门包饺子这则新闻, 刊登于10月26日,人民日报头把头条,标题叫做紧急动员一切力量, 准备迎击匪军进扰其中衬,为配和解放军歼命可能, 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敌军,现保石县及两侧各县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备好一切可用武器, 准备作战接着,指出副作义进攻石家庄的兵力处94军外上有新旗四师及旗十二旅, 还有爆破队及一百多辆汽车,他们准备于27日, 在保定集中28日开始南京不仅仅人员装备,甚至当时这篇文章指出的军事部署的时间, 都一心二楚不知道的海矣,为是一次军事行动计划书, 敌人带队的将领有94军军长郑挺峰,新边其四师师长刘春芳, 其十二李旅长,恶友三文章的最后毛主席还号召解放军和地方各界充分准备, 又敌深入聚而兼之,这等于是把副作义进攻石家庄军事上的决密部署已并攻之于天下了, 毛泽东的这一招确实厉害新闻,播出后副作义大吃一惊, 本来他是准备秘密出兵,突然偷袭不料企图暴露联军事部署, 都被毛泽东掌握了,二则解放军以及地方居民, 早已有准备指三万大军前续自投罗网, 于是他只好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令, 已经出发了的大军立即远路返回, 免得被解放军聚而兼之毛泽东的现代版空城记, 只不过是发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小文章, 不费吹灰之力就退却人家三万大军可以说伪人的智慧真的是让人钦佩。